為著鳳之酒後開車調書 江基市警察局筆接拜烈辣減勤務 因人的派出所為單位設辣減店 每個月至酒十天 金峰表示也許有酒所民眾有喝酒開車的證書 如果超廟也要面對到公共避險座陷阱 有請民眾注意公共道路安全加速 喝酒千萬不可以開車 江基市警方立憑市在每個月期中的十天 會冷藏兩個派出所一行酒窃辣減勤務 因為主導辣減以及行渡辣減兩座 酒部分民眾可能想要拍拖辣減店 怕一片行渡來也有可能會有精力在辣減 警方表示酒後開車酒精農度超過規定標準 輸新台北一萬五千塊以上九萬塊以下方 並且當中他在保管自己起車 以及鍛鍊給江蘇接住一年 至於酒駕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 警方為了維護公共行的安全 在每個月有規劃十餘次的交通機查勤務 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規勸我們民眾 要注意行車安全以及酒後不可以開車 避免造成交通事故發生 警方表示若減勤務每個月五十天 其中若是有助手的民眾有主要開車的證書 如果銷標要更加結到公共危險水 要更要民隊進班實在是真不斷 要請民眾注意公共道路安全降速 喝酒千萬五湯開車 西新新聞 蔡平棟 家紀七 蔡航報道